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平安 今天我们的经文来到了 马太福音第十四章 今天的经文里面有好几段的故事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比如有耶稣在水面上行走 有彼得也要在水面上行走 然后的害怕 还有一个就是 耶稣未保五千人的这个故事 当我在阅读今天的经文的时候 让我想到了一个题目 就是生命中的巨浪 我们生命里面的巨浪是什么呢 那么让今天的经文 来给我们一些的提示 首先今天经文的第一个记载 是记载了这个施洗约翰的史 西利纷纷王 他做了一件非常羞愧的事情 因此这个施洗约翰才责备他 说他藏有了这个妇人 娶她是不合法的 西利纷不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 因此他想要遮盖这个错误 甚至想要把这个指责他 揭开他错误的施洗约翰给杀害 然而经文给我们看到的是 为什么他不敢杀他 在第五节 西利想要杀他 可是怕民众 因此给我们看到了 西利这个疯疯王里面有害怕 他害怕民众可能会推翻他 起了反叛之意 因为这些民众很推崇 约翰 施洗约翰 认为施洗约翰是限制 所以他只是把他关了起来 那么继续文给我们看到了 这个西利的生日 有了一个牛转 带来了一个局面的牛转 就是他的这个女儿 在他面前跳舞 而西利做了一个誓言 发誓 什么都要给他 这个女儿就要求了 施洗约翰的头目 那么经文来到了 第九节的时候 提到这个西利 纷纷挽救幽仇 他为什么幽仇 因为他本来是很害怕 要杀害这一个施洗约翰的 然而现在他又因着自己发誓了 然后经文又给我们看到 他又害怕旁边的人 又因着同袭的人 在旁边的人 看着他起这个誓言 所以他这个害怕 更加的浓烈 而让他推翻了 他第一个害怕的决定 结果他真的是把 施洗约翰给杀害了 短短的一个叙事文里面 给我们看到了 叙利 纷纷网的几个害怕 首先他害怕 别人知道他的错误 因此当施洗约翰指责的时候 他想把地方杀掉 那么他第二个害怕是 我要杀这个人 但是我又害怕民众会不会发怒 会不会不喜欢我这个王 会不会推翻我这个王位 他又不敢杀 那么来到了这个生日的这个事件 他因着自己发誓了 他害怕同袭的人 害怕别人怎么样看他 害怕他没有 讲到没有做到 他因着这个害怕 在推翻了自己之前的决定 真的把施洗约翰给杀害了 我们看到了 叙利纷纷网的生命里面 充满了害怕 而这个害怕成为了他的主人 牵制了他的决定 经文接下来给我们看到 原来不只是叙利网友害怕 我们看到门徒也有害怕 来到了第二十二节 耶稣在海面上寻走 但是门徒不知道这个是耶稣 那么他们看到的时候就惊慌了 在第二十六节的时候 他们害怕的喊叫起来说 是鬼怪 然而耶稣安慰了他们说 是我不要害怕 门徒的害怕 是因着以为耶稣是鬼怪 也因着对这个灵界的东西 是没有把握的 人对这个灵界 对灵界的势力会带来影响 会抢走安全 会威胁到生命 所以人就有了害怕 这里给我们看到门徒的害怕 接下来还有谁的害怕呢 就是彼得 彼得看到耶稣在水面上寻走 他就也要在水面上寻走 耶稣就对他说 你来吧 彼得就从床上下去 真的在水面上寻走 但是他因看见了风很大 就害怕起来 风很强 害怕起来 当害怕就要沉了下去 他就求助 那么耶稣就伸手拉住他 并且对他说什么呢 说你这小心的人啊 为什么疑惑呢 我们看到彼得生命也是有害怕 在这一刻 他害怕风 他害怕风 会躲走 会躲走他的生命 因为风浪大的话 他就会下沉 所以彼得也是害怕 失去了生命 他的焦点转移了 所以当耶稣在救他的时候 就跟他说 你为什么疑惑 你要单单的看着我 你要相信我 在这几件的事情里面 让我们看到了同样的一个主题 出现在这张的经文 就是人里面有很多的害怕 刚才我提到说 我们人的生命里面有巨浪 有时候我们说 我们的环境是我们的巨浪 COVID是我们的巨浪 风是我们的巨浪 民众是我们的巨浪 在叙利网里面 他的 他的人民 他的旁边有势力的人 是他的巨浪 但是今天 我在想 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给我深深的感受是 我生命最大的巨浪 是那个害怕 是害怕在我的生命里面 取了一个 涛汹汹汹的巨浪 害怕什么呢 原来我们人拥有很多的东西 而我们害怕失去 我们所拥有的 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 叙利纷纷网 害怕失去地位 失去权力 失去民生 门徒 害怕失去生命 怕生命受到危险 反观我们真的是看到 原来人可以拥有很多的东西 其实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真的是拥有很多的东西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当我们拥有一些的时候 我们又会失去一些的时候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会产生了恐惧 产生了害怕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成为了我们的主人 我们想要永远的拥有 这一切的东西 然而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个不同的观念 我们人是聚集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旅客 我们这世上的一切 包括我们的生命 在这世界上的都要成为过去 传道书给我们看到一个 很好的定律 有生有死 有树有倒下 有失裂有缝补 给我们看到一个定律 就是这一切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是一个客旅的话 都会成为一个过去 会有开始跟结束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有一天也将要 可能会面对失去 今天的经文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焦点 放在我们已经拥有的 我们要捉住 那永恒不变的耶稣 因此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给我们看到了 耶稣施行神迹 他让我们看到 他才是一切的源头 我们要相信他 我们不要疑惑 不要把眼睛放在 我们这一切 会失去的这些的东西 耶稣是生命的粮 那么耶稣是超过大自然 在海上寻走的他 耶稣也是治好病人 那么他就是拯救者 他就是生命的粮 他就是我们的王 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 我们要为着 我们生命所拥有的一切 我们要感恩 但是我们不要本末导致 让我们已经得到的福气 上帝已经赐给我们的这一切 变成了我们的主人 成为了我们的捆绑 那么当这一切所拥有的 成为了我们的主人 他就是一个捆绑 我们就会害怕失去 当我们捉住 我们害怕失去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取了巨浪 我们就会怀疑 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疑惑 我们的眼目就不是在耶稣身上 让我们今天从今天的经文 我们再次的提醒我们自己 生命的巨浪不是环境 生命的巨浪是来自 内心里面的害怕 害怕失去我们所拥有的 我们要克服心中的巨浪 就是我们要把这一切的 拥有物放回对的位置 把生命的耶稣放回对的位置 我们捉住对的东西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谢谢你今天的经文 提醒我们 我们生命中的巨浪 就是我们害怕失去 求求你叫我们明白 今天的一切的拥有 我们值得感恩 而我们要做住 那赐给我们这一切的主 唯有主不会失去 唯有主叫我们知道 我们应该如何稳妥 谢谢你的提醒 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